哈喽各位好我是鬼哥 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玩者龙妖游戏视频 这一把用的是微信号 微信号这个阿柯 打一个把牌位打的那个 环境段位 这个 只要用阿柯吧 环境段位感觉还是比较好打的 已经前期经过三环中花育了 我已经大了六级 这边看到一个是环中落单 那边留扇直接不管环中是吧 直接就low了 前期花育的话我们可以 不管上面的这个塔啊 可以不要上路的塔 因为上路塔抛弃之后 他们就会很放肆直接往前攻 就刚才流上和环中 直接攻上来 就把就把流上了一个落单之后 直接把环中落单以后 直接被我撸了 这边这个刚才王道君开大了 他开大完之后居然很快就去 就放掉了解除了 如果他一直开大的话我们还会 还想着跑是吧 在开局十分钟左右 开始打这个暴君 打完暴君之后我们经验啊 什么经济啊都会增加 打这个也就是 打完的也就是经济啊是吧 打土啊打经济啊 谁经济先优势优 比较好是吧 装备就比较好 装备好起来 圣经营章啊 中午坑再快也对不到我 所以说现在刺客里面 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阿柯啊 而且他的操作的时候啊 不像李白啊那些 那么复杂 他这很灵活 打完一个 或者击杀 或者一个助攻 大招技能 就竟然全部刷清 这个 可是非常爽啊 这边又是 黄忠 黄忠遇到阿柯 简直是 落单的黄忠遇到阿柯啊 基本是没有 没有生还的希望啊 因为他的虽然说 腿比鲁斑残 但是啊 拿的炮太重了 走路太慢 就算穿上鞋子 也是走的走不快 你们看一下 这边黄忠又准备过来 就拿一撸一下 先撸走黄忠之后啊 这边黄忠遇到一个大 赶紧开个影子上先野 远离这个危险去 然后就是猴子一定要解决 不解决他挺麻烦 给他几半敲下来 我也受不了的 解决完之后 我们继续打野 这个打野 反正阿柯就是要 尽量躲到野怪的背后 这样子我们能 有暴击 是吧 有暴击的时候 清解速度就非常快 而且前期也是啊 只要反正 尽量躲到野怪的背后打 敲他都是暴击 只要在背后打的都是暴击 这边王道具 被王道具弄住了啊 这边黄忠遇到 所以我这边就 剩一滴血了 居然还让我跑掉 跑掉到我看这边流上没血啊 直接一个二技能穿过去 再来一个一技能 带走啦 我的血 这个残血 残血的阿柯有的时候 都不需要回程 也不需要出什么 吸血之论 开个大 瞬间又恢复血 而且是逃跑直到的时候 那个恢复血 就算被人攻击也不会中断 不像医疗的吧 不像恢复那个治疗 回程还会被 被打了会中断 我这次残血招 现在没回去一次 就还防御上了两个人头 流上还有李白 这波主要也是 对面李白不是很强势啊 这边我们在打独宰 那队友都跑去 应该是打团去了啊 最好不要引过来 我这边差点要死了 但发现 还是打不动 就差一点 如果再有这两个队友佩合一下 我现在装面可能还不够 没有 没有吸血之论的情况下 打独宰有点难 刚才碰到李白 我主要是没有掉血 不敢跟他正面强轰 毕竟他那个大招 确实伤害挺高啊 如果出大招配 出了圈圈 大招再一套过来 你基本就残血了 所以说我们来先把这个孙悟空啊 孙悟空没有掉血 孙悟空可能也不太会玩 是被我们强掠啊 其实能不能玩 看看这应许是吧 有没有皮肤 有皮肤的地方都很强 这那里白也是很长 是吧 冲过来 直接被我一个 一技能荒 这边就两个残血了 看一下能不能搞得死了 感觉有点难了 这时候玩上去开大 哎呀 逃不掉 就在这一波 亏了 应该也是全场死的唯一一次 只要是太自信了 因为他们两个残脆皮了 如果是一个弱大 我基本都 绝会就能秒掉 哎呀 无奈 他那个王朝军开个大 没有法跑 没有技能跑 所以直接被打弱了 好 我们继续啊 哭哭哭 然后这个出砖 我都是按在大神推戒里面的那个 直接选手里面出的砖 其实也很错啊 他也没有出血血之论 最后是破军魔了 基本反正就想把最后的 改成血之论 要不然我们打野的话 去打那个主宰什么的爆强 没有皮肤的李白 琢磨死不行啊 就算有皮肤可能也一样 技术都是这样 这样冲出来 我靠 这时候草丛里面埋过三四个啊 刚才都差点下坏了啊 哎呀好机智 开了大刀 瞬间已经裸开 那我们在这边打团 找一种机会 不停的穿插 找到一个机会就冲进去 就算没有人头 有助攻也可以 反正只要 英雄都碰到一下 是吧 我们有助攻 其他都不怕 这边又抢一个人头 黄昭君开大也没用 这时候我们经济领先啊 所以说我现在打这些雀皮都是非常容易 像这个李白 基本想跑都跑不掉 刷一下 但是暂时来千不要跟那个黄中硬干 比他在塔下 这时候我游戏绝论 再打这个暴君 就绝对没问题 没有的话 你会一直去血呢 你不鼓血的话 有的时候挺麻烦的 光靠大招的话 这时候我看了李白是吧 上去了 我想在这里守李白 但李白不下来 等了半天 等到半天 不下来 不下来死了 死在上面 然后我们直接冲进去 搞这个黄中 他应该是看到我来了 两下的就死了 这一下好像是直接刷子杀 这就是金柯的厉害之处 顺风局的话金柯非常累 逆风局的话就要慢慢化育了 很多时候打不出逆风局 阿柯嘛 毕竟也是挺脆皮的 如果对面露多 对面露多 坦克多 阿柯就不好打 要等他们长血上去 撸不死 像这个孙悟空 有的时候开一技能 还撸不动他 这家伙悟尔的孙悟空 反正都没看他开一技能 直接就被我打死了 这边我们强推 基本上这个水龙要被我们推了 像如果是在流上这种 漏多的 我罗拉柯就不好打 像那个冬环太一阿 出来 就不好打 还有那个亚瑟 其实挺讨厌 亚瑟不好打 但是盾牌二技能开起来 一直是有伤害 你又不能贴着他打 贴着他打 你自己又有伤害 这次黄鹏减架炮了 没成功 本期最后 到这里要谢谢大家 请订阅我们 有视频欢迎订阅 和关注 然后有视频欢迎投稿的 微信公众号 会给你解决 然后还有我 注意一下 一大明天 特别认可 每一大明天 这些分钟 对 ここ